早上起来检查一下我的鱼缸怎么样了吧 我勒个去 这些鱼儿是怎么了呀 怎么看起来已经跟我说拜拜了呀 赶紧把它们都捞起来吧 这些鱼都已经散发出很难闻的味道了 赶紧把它们送回故乡吧 看看 还有一些龙虾和太阳鱼都跟我说拜拜了 真的好伤心呀 赶紧把它们送回老家吧 已经看到鱼缸里没什么鱼了 那就只好拿上我的饭桶出去抓点鱼回来养了 出发河边抓鱼 现在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准备在这附近找找 看看有没有鱼抓 咦 这个角落里的是什么东西呀 我去 这不是一只大甲鱼吗 可是这里为什么会出现一只大甲鱼呀 这也太奇怪了吧 现在来水里捞一捞 看看这地方会不会有鱼 我去 你们看看 竟然被我捞到了一只好大的小鲫鱼呀 真不错呢 看来这个地方资源还是挺丰富的呢 给它们来点水吧 以防鱼儿们领盒饭 大家注意了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水沟 这水沟还有水流的 也不知道这个水沟会不会有鱼抓 你们看看这是什么 竟然是一只鱼呀 咦 这个鱼的鱼鳞怎么是这样的呀 大家有人见过吗 这该不会是变异了吧 先把这个奇怪的鱼放进桶里去吧 这个河边真的是奇怪 竟然有甲鱼和一些奇怪的鱼 我都有点搞不懂了呀 大家快看这是什么 我去 这里怎么又出现了一只这么大的甲鱼呀 你们有谁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 真的是惊喜不断的一天呀 现在准备提上桶回家了 咦 这个水沟里的是什么东西呀 粉色的好奇怪呀 赶紧把它抓起来瞧瞧吧 我去 这个东西怎么有脚的呀 而且它还是粉色的 这是什么情况呀 你们大家有人认识这个物种的吗 没想到今天的收获这么多呢 真是不错呀 现在提上桶准备回家把它们养起来吧 美好的一天从喂鱼开始了 我的鱼儿们怎么在鱼缸蹦来蹦去的 这是在蹦迪吗 不过我的成员们都还挺活跃的 也没有领盒饭 这样一来我心情都好了许多呢 出去抓点鱼回来养吧 鱼缸也没有多少鱼了 已经来到了小水沟了 今天就在这个小水沟看看有没有鱼货吧 咦 奇怪了 我看到这个水草这里有一个粉色的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呀 赶紧用我的小捞网把它给捞起来吧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粉色的小乌龟呀 这就有点奇怪的了 为什么这里会有粉色的小乌龟呀 看看这个粉色小乌龟多可爱呀 也不知道这水沟还有没有小乌龟了 咦 你们看看 前面好像是小乌龟在爬呢 而且这下面也有一只 一共有两只小乌龟跑出来了呢 这小乌龟也太可爱了吧 你们一个绿色一个粉色的你们喜欢吗 大家看看这是啥 有一个塑料小盒子被困在这里了 赶紧把它拿起来 我好像看见这里面有一个小乌龟 赶紧把它拯救出来吧 幸好我来得及时 不然乌龟会被憋死在小盒子里的 最奇怪的是不知道这个小乌龟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 咦 怎么有一个小盒子飘下来了呀 赶紧用捞网把它给捞起来看看吧 哇 没想到又是一个粉色的小乌龟哦 这个水沟怎么会有这么多乌龟呀 看看 今天没想到一下子就被我收获了这么多乌龟 真是不错呀 咦 前面怎么突然出现了一个大乌龟呀 我去 这难道是小乌龟的妈妈出来寻找小乌龟了吗 那就正好我等下把你们一起带回家吧 大家看看这是啥 竟然有个奇怪的东西呢 这是个什么东西呀 赶紧把它给抓起来看看这是什么吧 也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 它竟然还是粉色的 竟然还有四个角呢 这也太奇怪了吧 你们看看这就是今天意外的收获哦 不错吧 我还是第一次那么好的运气哦 现在已经到家了 赶紧把乌龟们放进我刚准备好的乌龟缸里去吧 乌龟缸一下子就多了这么多乌龟 真是不错呀 今天路过这个水沟突然发现后面有什么动静 我丢 这不是一条鱼吗 赶紧把它给抓来吧 这鱼竟然还是金色的呢 好奇怪呀 水沟里竟然有金色的鱼 幸好我带了筒来 赶紧把它给放进筒里面去吧 你们看看这是啥 刚刚上游又突然跑下来一只鱼竟然还是红色的 赶紧把它抓起来吧 这个水沟好奇怪 竟然有这么多五颜六色的鱼呢 还是赶紧把它给放进筒里面去吧 也不知道这些鱼是哪里来的 我估计都是上面鱼塘跑下来吧 咦 角落里是个什么东西蹦来蹦去的呀 好像是鱼呢 竟然还是一只白色的鱼 真不错呀 这鱼看着好好看呀 你们觉得这个白色的鱼好看吗 这鱼是白色的该不会是变异了吧 大家看看 这里有情况哦 好像是一只鱼被这个障碍物给挡住了 它已经被困在这里了 所以还是让我来给它拯救起来吧 这鱼的鱼鳞怎么是一块白色一块红色的呀 好好看呀 这些鱼放进鱼缸一定会美不胜收的 大家看看 刚才又有一只鱼从上游冲下来了 这个水沟的水太少了 所以导致鱼儿都被搁浅了 赶紧把它们都拯救起来吧 才发现这个鱼的鱼鳞更奇怪呢 你们有见过这种鱼鳞的鱼吗 看起来好奇怪呀 看看不远处又发现有一只红色的鱼被搁浅了呢 赶紧过去把它给拯救起来吧 又是一只红白鱼鳞的鱼呢 真的太奇怪了 这个是水沟怎么总是会有这些五颜六色的鱼呀 放桶里去吧 你们看看这些鱼都是今天抓的呢 红色白色黄色都有 真的是太奇怪了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赶紧回家吧 现在已经到家了 赶紧把鱼儿们都放进鱼缸里去吧 这样我的鱼缸一下子就美丽了许多了呢 养鱼的不知道多少天了 先来喂一下我的宝宝们吧 宝宝们都好活跃呀 我去 我的小白怎么漂浮在水面上了呀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发生了 送回家吧 提上桶出去抓点鱼回来养吧 再换上我的二手脱鞋吧 好看吗 现在马上到达河边了 在这里发现有一个小水沟呢 看看有没有鱼抓吧 咦 这里怎么有一个绿色的东西呀 赶紧把它给抓起来看一下是什么吧 这竟然是一个卡通小乌龟呀 而且还是活着的呢 我们就继续沿着这个水沟看看 不知道还有没有卡通乌龟 这里有个粉色的东西 好像也是卡通乌龟哦 没错 真的是卡通乌龟呢 我在想为什么这里会有卡通乌龟呀 这就有点奇怪咯 抓乌龟也抓累了 现在来河边打点水喝吧 我去水里怎么有个粉色的小东西呀 赶紧拿起来瞧瞧吧 我丢是卡通乌龟呢 也是粉色的呢 我这运气怎么那么好呀 怎么有这么多乌龟 你们看看就来河边没多久就捡到这么多乌龟 这河边怎么那么神奇呀 咦 前面那个黑黑的是什么东西呀 赶紧过去看一下 我去 这不是一只大乌龟吗 这哪来的这么大的乌龟呀 我的天哪 这该不会是谁不想养了 然后把它们放生在这里的吧 你们看看 在这里又发现有一个水沟 我就不信这里有那么多乌龟 继续找找吧 我去 这里竟然又有乌龟呢 而且这个乌龟它不是卡通乌龟 这下面有一只卡通的 我去 今天怎么那么惊喜呀 赶紧把它们放进桶里吧 你们看看 这就是今天全部的乌龟了呢 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呀 你们喜欢吗 现在带他们回家吧